就是说建立名称 配股数 股票的配股工作表 这是第一个工作 然后呢 C1是这个总发行股数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呢 还有什么股东姓名啊 这些有的没 然后对照表 这配股数量表跟税率表 那我是建议啊 第一个 先你先切到一个我们开启这个 这个的我们的所谓股票 配股税率桶架这一题啊 第一个你先切到公式 里面的名称地缘 请你把原来有的这些 这些名称 全部删掉了 假如说我今天呢 从零开始 我如果假设 你们要就是有这种啊 需要查去的 然后呢 会有这种名称的定义问题啊 如果从零开始该如何 一 他要我们先做一个什么 总发行股数 那当然 这些名称定义的方法 刚刚讲的 你邮票放肩 总发行股数可以打出去 或者是另外一个比较的方法 你定名称 在公式里面有个定义名称 那这个好处是 如果你按定名称 他会自动你把前面的名称 自动带过来 自动带的 但未来你用股票也可以 反正方法很多 我是教会稍微快一点的方法 而且号号不过来 那就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这个C1呢 将来是总发行股数 G1的话呢 那是分配于一样 一名称 分配于 所以两个了 那这样请你把那个A3 按一下感受去不向走 再向下 这边里面呢 我可以选了总共 A栏到H栏 总共的话有八个栏 那八栏呢 我一次全部把它变成名称的话 交过一个方法 你先把那个A3一直选 选到H最下 就是H的58这个范围 用一个重选范围建立 记得选择什么了 顶端 那我们有选了八栏 对不对 其实那在那个 重选取范围建立顶端 他这边功能 如果你选了八个栏 他可以一次发现八个 八个名称 那这个八名称 是顶端 所以他会帮你把 建立股东姓名 就底下东西 圆股鼠 变成最后面 所以未来 如果说你要一次 很多个栏 用这个法最快 好 那所以 刚刚两个再加八个 十个 你把配股数量切过来 去把那个名称的地方 然后选取底下 选取这个工作表里面 A2到C7 给他一个名称 叫配股算表 一样就是跟 今天的一样名称 Enter一样 好 这个范围呢 就是普税量表 因为我们要用 V软数查询 可以按F3 那 税率一样两下 把这个名称 复制下 那选取的时候呢 要选B1到E3 这个范围 不要选拦哪个名称 给他名称 如果税率 Enter一样 这样子 又多两个 总共有十二个名称 那十二个名称 我们要怎么来做训练 一 分配股数 那其实分配股数 就按照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就是在切到另外一个 刚刚已经把那个 一个建立名称给完成 第二个就是分配股数 以业绩搜寻配股数量表 里面的配股数 那这边有提示 一是就是 我希望查什么 查这个股东 他应该要配到多少股数 那根据他的业绩 像这个体肯小孩 他业绩有1450万 那应该分配多少股数呢 配股数量表 一千到两千 分配三万五千股 当然你就是 有没有 那另外呢 这边就填上三万五千 不过以前的做法 这样当然你要做很多事 配这个 分配三万五 然后 八百九十万 就是这个range 两万五 不过我们当然不是要一个一个 慢慢做 我们一定是用什么 用对的方法 总表 其实这里的你可以用V都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检视与参照 V都函数 查什么呢 查他的业绩 去哪边查呢 去 按F3 去配股数量表 那特别注意 配股数量表会出现什么 零 到 五百万 后面特别注意你会发现 它是以万有为单位 所以记得请你把上面这个 C4记得先出以 以一万 如果你没有出一万 有没有 它 比对的话 当然就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在配股数量表 那个里面是 万元 OK 所以 请注意把上面这部分 除以一万 在配股数量表查一下 然后查地几栏呢 如果你不知道要查地几栏 你可以再点一下配股数量表 它会帮你切回到这一个 那基本上 第一栏是A栏 第二栏是B栏 第三栏是配股数 基本上我们要得到是第三栏 所以这边输入3 OK 那比对方式的话 你 这边把它输入3 那比对方式的话 记得 你不能输入0 因为 根本找不到一模一样 只能找接近1 OK 它会帮你查出三万五千股 其他以此类推 第一个完成 现金股力的话呢 现金股力公式 我不知道没关系 切回来看一下 现金股力呢 它这边有提到 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刚刚分配到的股数 相加 总和啦 就相加 所以其实 原有股数 加分配到的股数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 分配盈云 那以往你可能看到这个 你就 有点头痛 不过呢 如果你懂得用那个F3的话 其实用名称来代币 就可以了 OK 怎么做 我做一次 你看 原有的股数 所以你游标放在那个 我们刚刚这个的 现金股力 等于 先小刮 F3 原有股数 加上 F3 分配到的股数 先加 先加 除以 F3 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 F3 分配盈云 诶 做完了 特别最好 我先加了 所以记得 加的 外面要包一个小刮 再来除 再来乘 OK 按打勾 向下填满 那税率的话呢 他应该缴多少税 根据什么而来的 基本上呢 这题目里面有规定 税率的话 原有的股数 与 分配到的股数 总和 去搜寻税率表 原有股数 分配股数 这个好像刚刚才做过 总和嘛 跟刚刚这个一样 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 会把上面的公司 复制贴过来 搜寻什么 税率表的工作 然后 这边税率表 因为是 水平的 栏文名字在左边 所以用H路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税率表 的计算 所以我可以拿这个 原有股数 分配股数 复制一下 等一下会用到 税率表 插入一个函数 我用H路稿 为什么用H路稿 因为税率表 栏位名称 在左边 插入一个 这个H路稿函数 找什么 找 把刚刚复制贴上 原有股数 加分配 借股数 除以1万 因为后面是1万有为单位 Table F3 这个是税率表 第几列呢 Arow index 切到税率表看一下 1 2 3 所以是第三列 比对方式的话呢 一定是1 早接近 不能是0 刚刚讲过 按确定 税率 查出来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其实也一样 排名 所以最后 把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他说什么 现金鼓励 乘上 1 减掉税率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用什么呢 现金鼓励 等于 F3 现金鼓励 乘上 1 减掉 F3 税率 查一下 后刮壶 其实基本上就是利用那个 公式提示我们 所以以后用名称 你会发现 完全都看得懂 突然 感觉那个 Excel的公式 突然变得比较亲切了 如果你不用名称 说真的 你就是一堆那个 工作表名称 加上一堆的范围 这些其实 第一个也容易错 第二个也不好管理 但是用名称 还蛮亲切的 下下天 排名的话 其实就是 把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按照排名 所以我们最后用 REG函数 统计函数里面的REG EQ 如果你是 2003的话用REG 就是RANK REG 查他的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Reference 按F3 查什么呢 查这个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F3 也是一样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参照的方法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这个 他的 这个排名 是根据什么 这里面 按照地增还地减 地减嘛 所以地减就 或省略 所以 这边的话 零或省略的话 地减 按确定 不用说 因为 还有 因为他名称 所以不用按 锁定 F4 也不用 因为名称 固定了嘛 所以也不用锁 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不然以前你要 先确定一下 你要锁立还是锁篮 OK 好 那按确定打勾之后的话呢 这个排名呢 当然也就 全部做 OK 所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 很快的把一个 本来很复杂 就是一堆资料 一堆连结 那你可以用 名称来代替 最后 名称管理员稍微检查一下 总共的话 我们把那个 总发行股数 分配盈于 八个栏位 加两个参照表 做在这里 当然特别之外 你只要没有做错的话 后面应该 就很简单了 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当然如果要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做什么 清除 比如说把这些都全部清掉 那如果要计算的话 其实 早上讲过的 一键按下去计算 他会自动帮你把 这边总共有D栏到H栏 全部都输出完毕了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是输出了 这个输出实际上呢 就是早上讲的 把公式怎么样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因为我们早上只有输出 一列 跟在一栏 那其实你 不是只能输出一栏 你可以输出 DEFGH 所以输出的方法 跟早上讲的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一 先做 插入一个SUB 计算 for I 等于 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 D栏等于什么呢 把公式贴上 贴上之后呢 一样 如果有双一号 补两个 第二个如果有列号 把它改成I 分别分别改 改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你就直接 执行 把它清楚 执行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前面的每一个公式呢 一个一个的帮你把它完成 这样的话你可以 完成 就是说呢 一键完成 所有动作这个部分 按下去 全部完成 OK 试一下 吼 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插入 咱们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